地铁环线连续三天出现了延误 业者SMRT说 这很可能是因为隧道内出现了信号干扰 导致列车的行驶速度较缓慢 SMRT早上6点50分左右 在推特贴文说 环线的行程将延误3到5分钟 后来说延误到10分钟 到了12点45分左右 贴文说环线的服务恢复正常 不过约一个小时之后 又出现了贴文说列车有延误 SMRT说初步调查显示 信号干扰造成列车和车站之间失去信号 工程师正在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 SMRT正在同陆路交通管理局 以及承包商阿尔斯通着手研究 以尽快解决问题 今天造成环线服务延误的原因 和前两天相似 为了确保列车提供服务减少延误 SMRT调派职员在所有的列车上待命 一旦发生了状况 争取更快的恢复服务 公司也出动更多的人员 在地铁站内协助乘客